樓,樓第一笔是重按 扭一下,不勾,撇,點短,扁的 撇,點,順勢滑下來,斜一個女 撇,靠近扭轉,長的,平衡用的 樓 撞,撞,點,這個尾巴在這裡 這個筆順有時候點點,有時候是先寫這個,再寫這兩個 有人會先寫這樣,再寫這樣 好像每一家都不太一樣,沒有對錯了 這是書法家的習慣,習慣不是對錯 撞,立又是那種難寫字 有些字一看就知道難寫難寫 但是你就是寫習慣就好了,長短兩個寫的不一樣 你會發現右邊反而寫的比較小 其實在一般的書法裡面,右邊反而寫的比較大 那表示是一般 那張門虎不一定啦 那張門虎不一定啦 他強,帶一點回來,立 起,起,點,換 出到西 重按,出到西 測一下,夠起來 起 尾,尾,尚人旁 西到出 碰到一點點 拉開,記得這邊可以寫的窄一點 上下距離近一點 近一點 每次我寫到尾都覺得這裡空的大一點 個人習慣看了好幾次 以上都空的比較大 是 是 是 這個 重按 重按 這個比較輕一點 再重按 有弧度翹起來 是 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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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重心都偏低 重心偏低 是因為他下面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都超短的 但這個點的話 會比較拉開 這他個人習慣 有 繞洞 繞起來 出到西 加出 繞上去 點 點 感谢观看